红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在参加前Google大中华剧总裁李开复的创业论坛时突然一下脱稿演出 他强调老虎加上翅膀是如虎添翼的飞虎 但是如果是老鼠即使是加上了翅膀也不过就是只蝙蝠而已 有人认为郭董的这番谈话是针对竞争对手 现在被评选为中国首富的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 不过对此郭台铭他不愿意多做评论 网路经济它有三个特色 我自己的看 第一个特色是如虎添翼 所以如果你是一只老虎 再给你个翅膀 你就是变成一个飞虎 如果你本身是一只老鼠 给你个翅膀 你只是个蝙蝠 一个老虎的每天的行走的距离是400公里 所以他吉林的老虎到不了上海来吃人 如果当你给了个翅膀 所以他可以白中午就飞到上海吃完以后 因为上海的油水比较多 然后回到吉林再睡觉 所以可是你如果是个蝙蝠 你飞出来就被人家往去就思考蝙蝠 所以本身网路经济跟本身的本身 我相信很多的大陆公司 现在在找到网路经济